我們今天想和大家對於關於政府準備如一號開始派4000元安排的情況 想和大家講講的 政府前天開始派表格 準備接受市民開始申請4000元的派發 但這個安排的確整個香港都全城鬧爆了 很多市民對今次的安排是非常不滿的 其中就是今次派表派到一派而空 令到很多包括我們民建聯議員辦事處 都唯有影印給街坊幫助他們派發表格給他們 另一個罵爆的情況就是要交地址證明 地址證明很多拿著表就站在那裡了 因為自己家人很多是拿不到地址證明出來 包括公屋居民 他都沒有辦法證明到自己是在那裡住的 所以這種情況就令到今次的派4000元 蒙上一些大家非常不滿的污點在那裡 同時我們今次這個派4000元 也都大家覺得政府沒有積極地去宣傳 做好宣傳工作 而導致很多市民去年已經拿了福利的 今年他都以為自己有份的 以為是兩年的東西來的 另一個就是表格派發的地點太少了 被迫我們議員辦事處也是幫忙做 我們昨天統計一下 我自己四個議員辦事處派了過萬張表格 仍然還在排隊 所以這種情況被市民批評成為一種擾民的派展 同時也都希望政府積極地回應和改善現在的安排 令到市民不會因為派4000元而受到很大的困擾 或者我將個具體情況交給我們兩位同事幫忙 先講一下歐仔 好 其實今次政府派遣 我自己覺得行政是相當混亂 亦都是勁的 因為你會見到整個派遣 政府籌備了都差不多一年了 又說這裡整辦事處 又說那裡怎麼理順那些派表程序 但一出今天第三天大家看到仍然是混亂的 第二件事在派表過程裏面 完全是沒有想過拿表的朋友那種的苦況 派表地方少了 宣傳不足了 與致乎到沒有一些很清晰的解答 給到市民我覺得這個是一定引起全城罵爆的 我自己的耳扮基本上沒有影響機 都印到已經壞了 今早都沒有辦法再印了 這幾天我們自己都身體力行 都幫忙去印了表格給市民 我想到現在為止 我都印了差不多一萬二千三百幾份 已經 很老實講坦白 市民拿到表格就會有很多問題的 我們就打了一條熱線 打了一條熱線我們自己打 要是不通 要是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得來就更加咳嗽 那這條熱線根本就發揮不到作用 第二個更加可笑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資訊科技這麼發達 我們一直都倡議政府 去想辦法透過網上 不是下載表格這麼簡單 透過網上應該是給一些年輕的朋友 可以填表 可以透過網絡去申請 但是昨天處理特首說 還需要十八個月 就是你問我 如果政府一方面 又說要推動大數據 又說要做一些網絡工作 但是最終今天搞到 這個派錢的情況 引起全城罵爆 我期望政府可以做幾件事 第一件事 希望它能夠盡快 是要補充一些表格 因為這次在表格安排上面 它預算的數量 也是遠遠超出實際情況的 第二個真的要加強宣傳 我們在地區收到很多不同的市民都問我們 第一 我有沒有資格拿 第二 在去年出了商量那班的長者老友記 它根本都不知道它有沒有這個權利 另外第三 我們希望它能夠 盡快將一些居民上遇到的問題 都透過一些 譬如宣傳單章 以至乎到現在 網絡這麼盛行的Facebook 或者透過我們18區區議員的同事 都可以幫忙 將這些資訊帶下去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令到整個派錢 只會令到市民感覺到 行政費用了 時間浪費了 最終是得不到應該有的結果 我補充幾句 我想大家都記得 當日派這個4000元 其實是一個所謂保留實惠的一個方案 其實都已經是保緊獲的方案 因為政府就遺留了 如果我們這一批 差不多現在二百多萬的人士 我們沒有什麼照顧 所以提出這個方案 我記得當日我們民建聯的議員 包括我在內 已經提出 最重要是不要擾民 最重要是方便 還有我們都要求了 希望可以盡量 一些事情都在網絡上做 那時候也提出 如果你又要再審批的話 其實行政費用很大 市民也會很不方便 我們的意見已經講了 也拖了這麼長的時間 去到現在出台的時候 一句講了 非常擾民 非常之擾民 過去這幾天 真的 我們的電話 和我們所有的區議員 和立法會議員的辦事處 都是塞爆了 亦都亡到云 有幾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一就是 大眾市民對 誰可以拿 自己有沒有得拿 真的不清不楚 就著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說 推動發展智慧城市 其實網絡上面 是有很多的工具 政府也都在這一年時間 絕對可以做一些 網上的FAQ 即經常問的問題 就著不同的情況 其實應該 你問個問題 網上便可以即時找到答案 這個是絕對可以做得到 絕對不需要18個月的 但政府亦都沒有做到 只是整個熱線 但熱線大家都知道 已經打爆了 現在去到123 123 答不到問題 所以因為有很多不同的狀況 我們就算議員辦事處 都未必可以回答所有的問題 第二就是 因為做不到網上交表 就派表格 派表格 二百多萬人印一百萬份 結果我們所有的議員辦事處 我統計過 由二千份到四千份不等 過去每一日派 我們也有很多影印機都已經印到壞了 其實印呢 你想想影印這些表格其實是影不切的 因為影出來一路排隊 一路等我們影印 其實是我們議員辦事處 面對很大的壓力 又要影印又要填方又要解答問題 其實這個 將責任推到我們的議員辦事處 其實我們的義工都幫了手做 都是搞不定 應付不來 這是政府的失職 第三就是那個要求 剛才梁子祥議員也有說到 為何要有住址證明 我覺得要求一定要有住址證明 其實是一個很荒謬的要求 今日我們開銀行戶口 都不需要住址證明 為何這次要呢 還有很多人都沒有住址證明 譬如如果他是家庭主婦 他家裏沒有一張任何的單 是有他的名字的 又或者一些學生 大學生 他也都在家裏沒有任何的單 寄他家裏有他的名字 那何來找住址證明呢 你跟著又說 如果沒有用家人那些 要找出世子 又或者結婚證明書 你說多麼擾聞呢 另外我們昨天都 有一些住在公屋的家庭主婦 真的沒有住址證明 就想 終於很辛苦找到一個 和房署簽的租約有他的名字 房署簽的租約都是政府文件 怎知原來是不行的 都不接受 我們大家都站在這裏 所以這些問題 十分擾聞 亦都很不合理 加上昨天也聽到政府說 不能做網上去入表 因為如果要做 要再等十八個月 我來自資訊科技界 政府之前已經有 一年時間去準備 這些派堂派錢 也不是做一次 所以如果政府不是這麼多的官僚的話 其實是可以將這個程序 盡快去縮短 我相信如果你說從技術層面來說 絕對不需要十八個月去做這些系統 所以我覺得整個問題 都反映到今次整個計劃 考慮都是不周 整個計劃都是想得不夠仔細 特首說自大國如烹小先 其實每一個政策出台的時候 尤其牽涉到這麼多市民 個個都這麼關心 尤其在烹小先的時候 就更加要小心謹慎 想清想楚 和盡量做得方便市民為主 今次是極度擾民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會約見 兩個負責的處方和政策局 希望和他們去盡快反映到問題所在 希望他們盡快解決現在這個問題 我覺得那些經常問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有一大堆了 可能政府都收集不到這麼多問題 我們都很樂意提供市民經常的問題 給他們盡快在網上 給別人一搜尋就答到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之快 和簡易可以做得到的方法 政府使用了三億元行政費 派這次的四千元 還有兩個月的修表期 我們覺得是有必要向他們反映 要有一些適當的修正 否則市民的怨聲是四起的 所以我們下午會盡快地約見兩個局 即是勞福局和民政事務局 將我們剛才提出的意見向他們反映 主要幾方面 一個就是要求他們盡快做好宣傳 加強這個對市民認識自己 能不能夠去拿這個四千元的資格 要作出一個充分的和廣泛的宣傳 第二方面就是要加快增加多些的表格 即是可能第一層他們不是上網拿的 那一班就拿了大概都是三四成左右 希望如下下來都能夠補充一些表格給他們 第三樣就是我們最關注的地方 就是地址證明 那麼住主證明能不能夠免除 或者是用一些更簡節的方法 例如好像說他自己聲明在香港居住 通常在香港居住的 避免政府擔心說 在外國居住的人走回來拿錢 這一點我相信是可以用這些方法做到的 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在這幾方面 改善他們現在做的一些 做得非常擾民的措施 補充多一點就是交表格的問題 因為現在交表格又不是很多地方可以交 你要郵寄的話 即是叫市民去郵政局排隊買郵票 然後又要磅一下幾重 其實大家都覺得要花很多時間 首先要排隊拿表 排隊填表 排隊買郵票 排隊寄信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都會要求政府看下 如何開放更多的收回 表格的地方進一步去簡化程序 好 其實民建聯有被指 趁當街坊填表 就給了一個個人資料的聲明 提供那個教育部 還有一支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做的目的 其實我們民建聯十八個區 都有議員辦事處和我們的支部 所以在各個區 究竟他們怎樣做 其實就因人而異議 譬如我和EQ 或者柯仔的辦事處做的方法 有些不同 例如我這樣 就會 找街坊來拿表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給 又或者 如果他們願意 留下他們聯絡電話 地址的話 我們都樂意幫他們留下 留下的原因是什麼呢 第二天他們假若拿不到錢 我們可以幫他們跟進 找回政府聯絡 究竟是什麼事拿不到 這些都是出於一個 方便街坊 如果有些報導說 我們拿這些 所謂資料 會涉及到 將來有關選舉的工作 我相信這個是誤存 亦都是有些 另一些有心的看法 不過我知道 除了民建聯之外 其他政黨 包括泛民政黨 他們拿的資料 更比我們詳細 我都希望大家 不要因為幫市民 而引導到什麼呢 引導到什麼呢 是一個政治事件 這個說法是不恰當 好 謝謝大家 好